我們把那個剛剛的這個結果 如果我希望把它變成底下這邊總共可以看到 大概就是六個按鈕吧 包含就是說呢 這兩個就是輸出嘛 它可以輸出結果 那一個就把它裡面清掉 另外的話呢 我希望得到什麼呢 我來demo一下 清除 沒有吧 輸出 OK 有沒有一鍵完成 也就是你前面資料如果update了 更新的 你把它清掉 重新再按一下就好了 所以你前面的話可以再寫update程式 後面的話呢 就可以寫輸出結果的程式 後面的話還可以再寫輸出報表程式 還可以再輸出圖表程式 還可以再輸出什麼 直接email給對方程式 還可以直接輸出給老闆的line程式 還可以設定幾點幾分做那些事情就好 時間沒到不要 不要快下班前五分鐘再發個老闆 好不然老闆可能還會給你更多事情 因為你做完了嘛 OK 那當然如果有效率工作的話 最後結尾 你上班非常輕鬆嘛 真的 因為你事情早就做完了 這個是 以前我在職場上的心得 真的每天不知道幹嘛 所以我那時候寫部落格最多的時間都是 因為我事情都做完了 所以我就拿那個上班時間 稍微偷偷打印 我也是記錄啊 我記錄我所有的工作歷程嘛 然後我把它寫部落格分享 有的時候因為我怕忘記 我把影片錄下來 主要是給我自己看的 然後順便我想說我分享一下 沒想到效益這麼大 每天都很多人看我的影片 所以現在很多上班族啊 每天要找答案怎麼辦 直接就打一個那個 YouTube上面打一下 什麼什麼問題啊 比如說定義名稱空一個烏老師 然後影片就出來 一堆有關定義名稱相關影片 因為這真的啊 這之前好幾個同學 這個推廣部的同學來跟我講 說老師你的影片非常好用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第一個就清楚 然後怎麼樣做一鍵完成 第二個的話呢 我希望排名 因為當然呢機率最高的 我希望排在前面 可是如果不算排名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排名只要是前七名的 這個比如說這個號碼 底下呢圖一個顏色 比如說加個黃底好了 OK 然後下一個的話也許再找到 找到這個 二號有沒有 然後這個圖顏色 當然你如果手動來做的話 太沒效率了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按個按鈕 自動完成的話 格式化 有沒有 他幫我 12號 21號 所以我只要看就知道了 有沒有 27號 28號 等等的 OK 你想說這樣子其實滿方便的啦 清楚再寫一下 那這個怎麼寫啊 其實這個只要跑一個回圈 加一個邏輯判斷 再加一個底色 大概五行程就搞定了 有沒有 4回圈嘛 然後if 再加一個 底色應該還有印象吧 這個 intro color 有沒有 你就把它改成黃色就可以了 啊 清楚的話就把那個底色恢復就可以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喔 假如你今天 這功能給你老闆用 老闆會覺得說 你這太麻煩了吧 我還按下去 我要向下捲動 向下捲動很累你知道嗎 可不可以不要向下捲動 直接幫我列在這裡比較好了 OK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個程式喔 本來我是只有想到這個 後來我發現喔 同學說老師這樣不方便 一定要把它做列個清單就好了 那怎麼辦呢 我們其實邏輯一樣 一樣for i 等於第二列到最下面 如果排名是小於等於7的話 幫我把它前面的同一列的A欄的資料 複製到F欄的第二列 當然呢第一次第二列 第二次的話一定第三列要加1 一直往下放 欸這個地方呢該怎麼做 OK 啊有個清除啦 所以理論上喔 應該是有六個按鈕 實際上是有三個群組 那我們分別來看一下第一個 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樂透彩如何自動完成 自動完成的話呢 清除應該比較簡單 怎麼說呢 我們來看一下一樣 開發人員裡面的Visual Basic 第一個的話我們先寫清楚 因為清楚比較簡單 按下去啪啪啪全部都OK了 那我們怎麼寫呢 一樣for i 等於第二列 到這個A2向下追蹤的那個列 OK 向下追蹤是這樣 應該還記得吧 Range A2點什麼呢 點AND 向下追蹤的話 前刮斧嘛 整片全新 前刮斧 然後呢 向下追蹤的話 XL down 向下追蹤 有點像Ctrl向下的意思 後刮斧 幫我取得 向下追蹤之後的那個列的屬性回來 那個屬性其實就是資料 幫我把那個資料帶回來 有沒有 你會發現一隻手拿著一個資 那就一個資料 把這個肉那個列的資料 它回來應該是43 把它資料帶回來 OK好 那我們就把資料帶來 這個43 如果將來資料會增加 它就會 會有一個新的數字 新的值回來 OK 當然你也可以打43 不過將來43就固定了 不會變動 一般習慣還是最好是 向下追蹤到的列 比較保險 OK 然後呢 我們只要在哪裡呢 把這個裡面 從B到1 只要一個 就寫一個Sale 它會一次清除一個 清除一個 有沒有要一直把它清除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呢 寫成 所謂的那個 肉透彩 那怎麼寫 其實也是一樣 把這上面的程式複製 複製之後呢 當然你剛剛有公式嘛 你就把那個公式裡面的 這個 有沒有本來這裡面的東西 Ctrl C 貼到這裡面來 Ctrl V 貼上 那我們直接怎麼樣 把這個上面的 這個名稱有沒有 把這個上面的公式複製 把它貼到哪裡呢 直接貼到這個上面就可以了 一樣的道理 貼貼貼貼貼貼 那可是你會發現 我現在 直接全部貼完之後 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其實呢 完全不用改動任何一個字 然後我直接執行的話呢 就可以了 你想說 老師之前不是還有 兩個地方的步驟要注意嗎 第一個就是裡面有沒有雙引號 有雙引號變成兩個雙引號 第二個的話呢 裡面有I的話 有沒有 有列號要把它改成I 可是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完全不需要修改 為什麼呢 為什麼不需要修改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看出一點 就是說呢 我裡面基本上 全部喔 通通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 除了這個變成名稱之外 我連這個也把它變成名稱 剛剛本來是 這個本來是什麼 本來是用A2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用A2的話 以後這個A2的這個2有沒有 必須要把它改成I 改成I的話呢 相對起來喔 其實很麻煩嘛 還要再改一個程式 有時候改程式又不怕改錯 所以喔 如果你假設不希望改錯的話 有沒有 而且不希望改程式啦 直接就是把公式貼到VBA 就OK可以walk的話 建議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改成名稱 那個名稱叫號碼 啊這個號碼怎麼來的 很簡單嘛 一 你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有沒有 有不要放A2嘛 Ctrl-GB向下 第二的話呢 把這個上面的名稱方塊 改一個名稱叫什麼 叫號碼比較好 Enter 它就有個號碼了 那你就直接把那個 名稱指向那個號碼 這樣子就大功告成 你就不用改任何的東西了 所以喔 特別是喔 號碼按確定 好 這樣就OK 其他部分都一樣 可是跟各位講一下喔 以後如果說喔 我們這邊 這個範圍有一個名稱在上面 這個上面有一個名稱叫 在這裡有沒有 欸 那你會發現總共有五個欄位 那你變成要做五次 很麻煩 如果你想要節省時間的話 其實有個方法 什麼方法 一 請你把A1一直選到E1 然後Ctrl-GB向下 一次呢 把這五個欄位全部選 選 選完之後喔 你可以用一個功能喔 叫公式裡面喔 有一個功能還蠻好用的喔 叫什麼 從選取範圍 就這個範圍 建立 然後呢 我的名稱在哪裡呢 名稱在頂端列 所以你頂端列打勾 其他不要打勾 如果用這個方法的話喔 它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自動建立五個名稱喔 然後對應到底下的五個範圍喔 OK 這招還蠻好用的 也就以後喔 如果你假設藍樹很多的話 你千萬不要 就不要傻傻的一個一個 慢慢自己建 你這樣太浪費時間 你可以用頂端列的方法來完成 就OK 這招還蠻管用的 我常這樣用 其實這樣用的好處啦 把ECL拿來 用越來越像資料庫了 資料庫裡面 很多都是觀念式資料庫 其實觀念式資料庫 很多都跟這個概念實在還蠻接近的 所以有時候我反而是拿以前的資料庫的概念喔 拿來ECL裡面這樣使用 我覺得反而更加流暢 而且喔 相對的也比較不容易出錯喔 OK喔 所以我把它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會發現呢 這五個 就建立五個名稱 那你想說 老師那我怎麼知道那個五個名稱在哪裡啊 以後的話 如果做錯了 我要改怎麼辦喔 跟各位講喔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要學會一個叫名稱管理員 也就是你剛剛建的任何名稱喔 它全部都在名稱管理員裡面 OK 有沒有 這幾個啊 號碼 對應到哪裡 點一下這裡 如果範圍不對的話 你可以修改 如果這個名稱不OK 你可以把它刪除 OK喔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如果你要編輯的話 這邊都有 那你會發現喔 再幫你定義的話 我剛剛講過啊 前面不能用那個什麼 數字當名稱開頭對不對 所以喔 你會發現喔 它有個避開那個數字開頭的方法 它在前面加什麼 加個底線 所以以後的話 如果你要定義名稱 像我們開獎101 如果不要取開獎101 可以底線101也可以 有沒有 底線101 102 這樣也可以喔 好那我們按確定之後 把它關閉 所以呢 剛剛的那個名稱有沒有 全部都可以把它拿來用號 這個的話就是 把 怎麼 101年 你可以按F1 用選 101年的機率 加上F1 F3 然後102年的機率有沒有 打個勾 下下填滿就好了 這個剛剛講過了 合計合計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名稱做好之後 直接有沒有 就把它貼到那個 我們的這個 後面的公式就OK了 所以以後喔 假如你定義好名稱之後 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說呢 你跟VBA搭配的話 就 一個字 都不用改了 直接把公式怎麼樣 直接就複製 貼到這個 雙引號裡面就好了 有沒有 清除先寫吧 貼過來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OK之後的話呢 你就把它執行 所以做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這兩個字都自己做一個按鈕 然後再執行它 這樣子 就 大功告成啦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喔 剛剛講的 重點回顧一下 第一個喔 你可以游標 選擇五欄Ctrl Shift向下 二的話呢 公式 就是從選舉方來建立頂端列 建五個名稱 再到名稱管理員裡面看一下 OK 然後呢 去撰寫那個VBA裡面的 也許你可以先寫樂透彩清楚吧 然後先把BCDE先加空白 複製過來之後的話呢 再把公式貼過來 這樣子就大功告成了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OK